1951年 越南西贡街头 十岁的小梅 风尘瀑布从乡下赶来 几经问路 终于找到将要供职的人家 亲扣门飞 昏黄的灯光从门缝里钻出来 主家夫人似乎已等候多时 领着稍许稚气和不安的小梅 穿过走廊 从今晚开始 她就住在庸人房 恰之夏天 蛙声瓷起鼻腹 老爷在房间里弹起乐琴 鱼音婉转凄凉 听的人破甘几分良意 夫人娴熟的为她倒上一杯热茶 收起新女佣小梅 要是女儿丫头还活着 应该有她这么大了吧 看着夫人如此哀伤 老爷却一脸沉默 只顾弹着手里的弦 如此这般 哀伤更添几分 肖静声响起 大少爷游玩归来 父子俩都沉迷于音乐 这个平静的夜晚 就在合奏神中 缓缓沉寂 昨晚赶路太累 小梅日上三甘才醒来 女管家让她继续睡 说这是夫人叮嘱的 但小梅已无睡意 很懂事地收起门杖 昨夜来得太匆忙 还没来得及熟悉新环境 她趴在窗台 眼神天真清澈 又带着好奇 庭院里藏着盛夏 循着清新的香味 看到掩映于 萌玉中的青木瓜 被摘下的木瓜枝叶 滴落到绿叶上 仿佛时光在流淌 小梅沉浸在这个绿色的 小芒果里 很开心地笑了 晨午 厨房在露天 教她做饭的女管家 叙叙叨叨又很清浅 菜一入锅 发出扑哧的响声 肉要翻开炒 熟透后 倒入刚刚的菜叶 再加入佐料进行调味 最后起锅 盛入盘中 小梅行事乖巧 都一一牢记心头 饭菜做好后 按规矩 要一分为三 一份给阁楼的奶奶 自从丈夫去世后 余生就与青灯古佛为伴 孤独守护着 对王夫的爱 在佛刊前 还有一张小女孩的 黑白遗像 送饭的小梅 瞪大眼睛注视着 好奇打量这个女孩是谁 下楼时 偶然一瞥 大少爷的朋友 阿全来家里做客 她眉情目秀 浑身散发着 一股温润的气质 只需一眼 便勾住小梅 再也舍不得移开 第二份饭菜 是给老爷太太一家 以及三位少爷 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尴尬 看似温馨的家庭 却没有一个笑容 在上菜的时候 最小的三少爷 眼睛直勾勾盯着小梅 她全然不在意 只顾做自己的事 最后一份饭菜 自然是庸人吃的 小梅端着碗筷 忘情地盯着地上吃力 搬远食物的蚂蚁 她对万物生灵 有着天然的好奇 眼神透着纯真和清澈 然后婉儿一笑 十分动人 这是个大户人家 老爷虽是一家之主 但一心在情 两耳不闻家事 夫人作为典型的东方女子 柔韧坚强的内外操齿 经营着一家布庄 但生意门可罗雀 勉强支撑着这个没落的家族 上午过后 日光穿堂而过 二少爷将融化的蜡烛 递在蚂蚁身上 看着这些小生命 一点点消失 固有一两只侥幸活下来 也会被她残忍地扼杀在原地 庸人的活迹很累 小少爷还经常捉弄小梅 在擦洗地板时 用脚把桶里的脏水荡出来 然后在哥哥的制止下 才意犹未尽地跑开 今天布庄的生意很不错 愁眉不展的夫人 终于露出一丝欣慰 她让小梅将手洗干净 去外面买些饼 小梅蹲在水盆边 把胳膊都洗一遍 夫人出神地看着她的背影 眼睛里 竟是慈爱和思念 就像是在看去世多年的女儿 傍晚 小少爷又开始恶作剧 用竹竿挑着壁虎来吓小梅 她只是个孩子 本应嬉戏玩闹的年纪 却没有朋友 孤独而压抑 喜欢得紧了 只有欺负她 惹她注意 小梅也不生气 淡然处之 这时 门外出现一位挺阔症状的老人 她姓唐 满脸慈祥地向小梅搭话 问阁楼的奶奶身体怎么样 当得知一切安好后 唐笑着离开 转身那刻 路灯亮起 她的心也跟着亮堂起来 入夜 老爷西装笔挺 说家里有些热 想出去吐吐气 夫人为她整理衣经 嘱咐她早些回来 月上中天 轰入竹床 小梅侧握着 像一只猫 轻生与对闯的女管家一语 她身世薄良 父亲三年前去世 为补贴家用 不得不远离妈妈和妹妹 来这里做庸人 小梅好奇问道 那张黑白遗照中的 小女孩是谁 女管家说 那是这户人家的小女儿 名叫阿桃 这家的老爷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偷走家里的钱 花光之后才回来 七年前 他再次离家出走 离开的第三个星期 阿桃生病了 家里没钱治疗 最后死了 老爷回来后 认为阿桃的死 是在替自己赎罪 所以再也没有离开过家 两人说累了 便沉沉睡去 不多时 萧静声响起 老爷还没有回来 夫人似乎预感到什么 赶紧跑去 查看自家的钱匣子 里面果然空空露夜 她知道 她又走了 伤心欲绝的夫人 回到空房冷床 独自品尝着 这枚上天赐予的苦果 然后来到小梅的床前 她真的很像阿桃 听着她做梦喊着妈妈 大概是老爷觉得小梅 向上天补偿的女儿 所以认为自己已赎完罪 想到这里 夫人抹着眼泪 但她不能倒下 日子还要继续 布庄的生意还要做 这个家还要顶着 不然就塌了 第二天 她镇定地拿出口袋里 紧剩了一些钱 安排家里的生活 但麻绳专挑戏处斩 厄运总找苦命人 布庄的生意 每况日下 没有进账 一大家子的生活 更是苦上加苦 为节省开支 女管家教小梅 在菜里多放盐 这样她们就能 多吃几口饭 而在如此沉闷的家里 小梅就像渗透进来的 一束光 每天努力打扫房间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闲暇时光 她和周围的一切 和谐相处着 看一只青蛙 从铺满浮屏的水池里 爬上岸 听蛆蛆 在瓦罐里欢快地叫 她的世界 就是这么甜静 和纯粹 唐又来了 这次给小梅 带来一个梨 依旧问她奶奶身体怎么样 入夜 二少爷听到阁楼 传来说话声 她轻手轻脚 走上楼梯 却听到奶奶 用伶俐的话语 数落母亲 自从你嫁进门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幸福 你有一个丈夫 却不知道如何讨得开心 不然他怎么会出去找别的女人 寻花问柳 竟是自己的错 听吧 二少爷拂袖而去 跑到院子里 内心痛恨离家的父亲 又替母亲感到委屈 晚夏时节 小梅摘下熟透的青木瓜 轻轻用刀斩出一排秘密的刀印 再把它切成丝 用来做凉拌 木瓜心不能吃 小梅好奇地切开 一股浓郁的味道溢出来 木瓜子 精英剔头 他用稚嫩的指尖去碰触 感受那份属于他的乐趣 吃饭时 小少爷不停学问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他还小 什么都不懂 但哥哥从心底厌恶这个人 大声让弟弟闭嘴 他在小小年纪 就亏见生活残酷的真相 所以心里扭曲到杀死蚂蚁 而在愤恨的同时 更多的是懂事 和对母亲的心疼安慰 明天过后 又是艳阳高照 许久为开张的布庄 终于迎来生意 夫人赶紧让女管家 买来几十斤大米 总算填满快要见底的米缸 这天 大少爷的朋友阿全 要来家里做客 小梅主动请下厨 换上仅有的漂亮衣裳 世上的女子 大抵如此 爱你就想把自己 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你 他小心翼翼端着菜 一步一抬头 眼里是藏不住的激动与喜欢 阿全不经意看他一眼 小梅害羞地低下头 转身那刻 心满意足地笑着 第三次 唐说起一段往事 他年轻时 便爱慕奶奶 在奶奶的丈夫 去世三年后 我去求婚 他还是不肯嫁给我 从那时起 我就一直在远处看着他 但阿桃死后 他就再也没下过路 算算日子 我已经七年没见过他了 小梅问唐 为什么不主动 去上楼找奶奶 他摇摇头 紧张地说 不行 他要是见到我 会生气的 小梅听罢 若有所思 他主动带领唐进入庭院 并鼓励他走上楼梯 唐凝视着心爱之人的背影 满心欢喜 你若安好 便是情阳 只需一眼 便已足够 历日 小梅擦花瓶时 一只壁虎从里面窜出来 他被吓了一跳 失手将花瓶打碎 不用说 又是小少爷的恶作剧 那是夫人最喜欢的古董 但夫人却没有一句责备 只说了一句 没关系 就像是在跟女儿说话 又是一个清晨 老爷回来了 但这次 他病了 病得奄奄一息 手里还抓着妻子的手势 夫人依旧没有埋怨 便卖家里的古董 请来医生为丈夫治病 然而医生也无能为力 曾经 他厌倦日复一日的家庭繁琐和婚姻 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 而他委屈求全 忍其吞声 扛起家庭的重担 两人肯定相爱过 但也仅限于此 似水流年 转眼已是十载 小梅长成大姑娘 出落的并不惊艳 但岁月的沧桑 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 还是一如既往的干净 纯粹 喜欢观察地上的蚂蚁 但经历过生死离别 悲欢离合的家 不再像从前那般 奶奶死后 夫人接替位置 每天在阁楼诵经念佛 守着几张一向苟且 如今 家里只剩已婚的大少爷 他就像死去的父亲的翻版 对家事漠不关心 整天拨弄父亲留下的那把月情 家里家外 全由旁边的妻子操持 这些年 布庄的生意一落千丈 为节省开支 夫人决定辞退小梅 并将她介绍到阿全家里做女佣 零分别是 夫人拿出傲戴 金项链 这本是为女儿阿桃准备的 她很感激 小梅的到来 就像是上天补偿给她的女儿 我一直都希望阿玲能够娶你为妻 但她不肯 或许她是不想像她父亲那般 守着一个不爱的人过完一生 小梅哭着收下这份贵重的礼物 因为怕夫人难过 一直等到次日天刚亮才走 在楼下 一个依依不舍 在楼上 一个躲闪牵挂 最后化为深埋在枕头里的哭泣 阿全是名钢琴家 家境优渥 因为父母在外经商 她一人独居一子 能和心爱之人共处一个屋檐下 自然是件很幸福的事 但小梅没有丝毫愉悦 依旧规规矩矩的工作 把心里的爱 默默注入到生活的每一处细节中 为她点灯 为她做好一餐一饭 同时 小梅也很喜欢这里的一草一木 每天浇水照亮 或者伸出脚尖去挑逗绿叶上的青蛙 阿全一开始并未注意到这个勤劳且寡言的女仆 因为她已有未婚妻 对方是位富家女 接受过高等教育 性格热情奔放 会恶作巨死的藏起阿全的曲谱 或在小梅做好饭后撒娇的要求阿全出去吃 她就像一朵娇艳的玫瑰 又有些小韧性 而小梅则像一朵水帘 含蓄内敛 温和顺从 不自卑出身 对生活永远保持热情 虽然衣服粗糙 却永远干净整洁 每天收拾好家里的一切 将阿全的衣服拿去缝补 将皮鞋擦得增亮 这远远超出一个女佣的职责 更像是充满爱意的妻子 但偶尔时候 她整理被褥时 也会对阿全未婚妻的口红着迷 或者被对方的稀释高跟鞋吸引 夏季炎热 每天操劳完毕 一捧清水洒落开 湿润了脸颊和发丝 自细长光滑的脖颈留下 果然 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灵性而柔软 渐渐的 小梅住进阿全生活里的所有角落 同时也住进阿全的心里 因为她的钢琴声永远都是那么典雅舒缓 她从不弹奏激昂高亢的乐曲 这就像她的性格 温润 平衡 她开始注意到小梅 就像看见佛陀的脸 静谧且美好 后来一天清晨 阿全出门后 小梅想做一个少女 而不是女佣 她穿上夫人送她的奥带 戴上金银首饰 在翻找那只口红时 却发现床头柜里有很多张画像 洁白的纸上 那分明是她的五官轮廓 她一笑 让画纸落回抽屉 然后脸静梳妆 用口红一点一点 抹在她浅浅的嘴唇上 刹那间 娇艳欲低 就像一个代价的新娘 殊不知 在门外 突然折返的阿全 痴痴看着这一幕 不忍心打断 小梅回头一瞥 眼神慌乱躲闪 快步走进曲折的走廊 阿全在后面追着那股 着迷的香味 仔细寻觅着 那么印在心底的倩影 不多时 两人静在咫尺 小梅躲在门后 她却没有发现 就像中间隔着一道窗户纸 但回头那一刹那 一切屏障都被消除 可相见那刻 她却后腿的走了 不久后 雷雨交加夜 未婚妻跑来 责问弹琴的阿全 为什么突然冷落自己 她沉默着 舒缓的钢琴乐 刹那击耳 用这种方式表示着不爱 未婚妻离开那刻 外面雨还没停 隔着窗户 她还是悠然弹琴 无动于衷 雷雨过后 勇于的庭院沉寂下来 阿全画着小梅的画像 一张张一幅幅 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爱意 走进小梅的房间 从那夜过后 阿全解除婚约 和小梅走到一起 开始教她读书十字 读错的地方 就用铅笔轻轻惩戒 或者用她能流淌出优美情声的手指 轻抚她离书本过境的面颊 那年夏天 有些漫长 饱受雨水滋润的青木瓜 褪去最初的青色 散发出成熟的清香 小梅做了一道最爱的木瓜丝 然后把木瓜心切开 里面的瓜子 依旧晶莹剔透 她用指尖轻轻拨动 一抬手 雾纱翻滚 时光抖转 小梅已成心腹 腹部隆起 但眉眼之间 还是划不开的纯粹 她静静坐在沙发上 引诵着一首诗 泉水从石缝里 阴阴地流出来 荡起一圈圈连衣 流动着 像一唱一鹤 音术照应其中 随着连衣的节奏轻轻摆动 但有趣的是 不论怎么变化 她依旧保留着音术的形状 小梅放下书本 佛像在身后 扑洒着阳光 静谧 且美好 《青木瓜之味》 由陈英雄指导 上映于1993年 该片获得第66届 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外语片提名 电影的创作灵感 来自于导演对母亲的记忆 在那个湿热气候的越南 遍地都是生长的青木瓜 幼年时小梅的懵懂纯粹 结婚后夫人的坚韧 还有奶奶慕年的忠贞 展现了东方女子的善良 以及细水长流的柔情 第一种是夫人 她无疑是旧式女子代表 勤劳贤惠 隐忍坚强 哪怕面对丈夫三番五次的 离家出走 也依旧会在她回来时 喜极而泣 令人怒气不争时 又不得不为那个时代 大环境下的女性悲哀 第二种是阿全的未婚妻 她是个个性鲜明的新式女性 受过高等教育 个性得到释放 但始料未及的是 她与阿全却一拍两散 似乎在隐喻 在当时那个年代 这种女性是不被社会接纳的 最后是小梅 她介于两者之间 她有着传统女性的温婉贤淑 也有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像青木瓜一样 在不动声色的成长 这样的女性 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也拥有别样的魅力 无可否认 孰胜孰略 在那个年代走过的人 谈不上自由意志 但他们的贤惠 忠贞 温柔 都值得称赞 岁月留给他们的 不只是陈旧 还有他们活着的肯定 好了 本期故事就到这里 下周四 我们不见不散